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小模块 它输出的电压是12V 我今天要把它改成18V输出的 这段是220V输入 这有一个保险 这是压米电阻 这是插膜抗干扰电容 这是一个NTC抗浪用的热米电阻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供膜抗干扰电感 这是300V滤波电容 整流桥在后边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SP5638 这是开关灭压器 这个是供电脚的滤波电容 这个是光偶 主要是尾压的 这是输出的供膜抗干扰电感 这是输出滤波电容 这是输出的整流二极管 我们再看一下后边 这是整流桥 这个是防接缝的二极管 电阻电容 这个是芯片供电的二极管 这个是光偶 这个是TL431 它是和光偶配合来进行吻压的 这段就是输出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了 首先我们要把它改成18V 所以这个滤波电容得换 它是一个16V耐压的 虽然容量是1000V法的 那么我们给它换一个高耐压值的 然后我们再把TL431控制机 上面这个线流电阻给它加大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测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 12.16V 非常的稳定 那么我们首先把滤波电容换掉 然后再换TL431控制机的电阻 把这个16V1000V法的电容给它焊下来 我们换这个35V1000V法的就可以了 电容已经焊下来了 正负机一定要放对了 不然的话电容会爆掉 好 接下来我们换431控制机的这个电阻 它是接输出的供电端 也就是输出滤波电容的正端 这个上线流的电阻 这端有一个下分压电阻 我们不要动 然后这个中间点是接TL431控制机的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电阻 加大一定的值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这个电阻呢 是39K的 下边是10K的 我们可以用12V除以 这两个电阻相加的值 得出一个数之后 我们再用18V除以 我们上边这个电阻和下边电阻的值 与刚才的值是一样的 就应该能够完全 与我们所需电压相符了 好 下面我们把这个电阻换掉 我把TL431控制机 这个上线流电阻 从39K换成了61K 现在后边的输出电压值 我们看 17.5V 可以达到要求了 比18V稍微低了一点点 接上负载我们插电测量 灯泡点亮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再测量一下输出电压 17.5V 非常的稳定 17.6V 我们今天换的就是这个电阻 把它从39K换成了61K 原来输出的是12V 现在输出的是18V 另外我们把这个16V耐压的电容 换成了35V耐压的 1000V法 原来也是1000V法的 这个电阻没有动 这样它就从12V变成了17.6V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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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